裝在水髮,它裝在杯子裡面 就是它的容量 我就可以算出來 不然請問我 如果我把這個水撈起來 我可以知道它是多少嗎? 我撈起來就知道它500毫 可以嗎? 不許那麼賴 它一定要被裝在杯子裡 或者是任何一個什麼? 油漬紙 接下來呢 就是不知道 因為它只有帶1000毫 為什麼它有帶1000毫 因為有兩個500對不對? 你會算嗎? 對 所以它帶了1000毫 可是它要走非常遠 它可能會不夠分 我們就要來看看它要怎麼喝水囉 首先它來到了一片沙漠 那個沙漠呢 它就看到有一頭駱駝趴在地上 為什麼? 沒有 它沒有水喝 所以它就決定要分給這隻駱駝一點水喝 這個小天使呢 它非常的善良 對不對? 怎麼看? 它就決定 它要把它的500毫的水給駱駝喝 可是呢 它總共分了它的多少啊? 它分500毫給它 它是分給它 一半 一半 一半對不對? 它的一瓶水就是它所有的水的一半 好 它就分給這個駱駝盒 但是呢 它倒一倒之後 它有在倒水吧 對不對? 它的500毫 500cc就是500毫對不對? 倒進去之後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請你跟我一起看 500毫 倒進去 我們好像沒有了 它有變少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變少 可是我看起來好像沒有啊 因為它要比較寬 蛤? 因為它要是比較寬 因為這個容器比較 大 比較寬 而且比較 大 所以呢 又比較 大 大 所以它看起來是不是變少了 可是容量 只要把水再倒回來 會不會一樣 會 你就說不知道 基本上如果我沒有打翻就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如果我打翻它可能就被沙漠喝掉了 對不對? 但是基本上有沒有變? 沒有 那所以小天使它以為怪怪的 可是實際上有怪怪的嗎? 沒有 很好 那這裡就是說 如果我把它換一個容器裝 它會不會變少? 不會 所以它不會因為容器改變而增加或減少 什麼意思? 我有沒有可能把這個多的倒進去那個小杯子以後 滿出來了? 不會 在我同樣的水一樣500cc的狀況下 會不會變? 不會 會不會有可能我本來裝這個 然後再倒回去的時候它就長大了就變多了? 不可能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它會改變嗎? 不會 好不會改變 所以接下來它成功了 它發現其實也沒有問題 它就繼續往下走 往下走之後呢 它就來到了山上 山上它準備要喝水的時候 它看到了一個快要枯萎的小花 剛剛是駱駝對不對? 你有發現駱駝嗎? 找天使駱駝 接下來出現的是誰?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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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破褲子 它現在是 還沒有出現它 Sorry 因為它已經倒了 好 它快哭死了 所以呢 小天使決定它只剩下一瓶水 而且只剩下多少? 500 500cc 也對 500 也對 那它要分一半給小花 請問它怎麼分一半? 250 250 好 一樣我準備了兩個杯子 它們都是一樣 你可以裝250的杯子 但是我只要分一半 這 來先看一次喔 這兩個杯子有沒有長一樣? 有 你真的覺得它一樣嗎? 首先 我們上次有講過 你可以看刻度對不對? 對 這是不是可以裝250? 對 那這兩個有一樣嗎? 有 那這兩個有一樣嗎? 有 有 因為它們的刻度是一樣的對不對? 有 那接下來它的大小有沒有一樣? 有 寬有沒有一樣? 有 高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這兩個是相同的容器 那我的小天使決定 因為它剩下這一杯 它要分給兩個杯子對不對? 那所以因為這是玻璃的玻璃道 好不好? 它就剪了兩個一樣的杯子之後 它就開始倒水 它想要倒 它想要倒 它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在路邊的杯子沒有刻度對不對? 好 請問 它那兩個有平均嗎? 沒有 哪一個比較多? 沒有 你怎麼知道它比較多? 因為它比較多 所以只要比較糟的就比較多嗎? 不是 不是 要先看什麼? 高度 先在路邊 高度 對不對? 你才會知道它比較多 對不對? 如果一樣的瓶子 一樣的杯子 如果它比較糟的話 才會知道它比較多 那如果 這樣 誰比較多? 這個 不公平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再重新兩遍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剛發現我從比較多的倒進來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比較嗎? 可以 不行 對不對? 你要怎麼比呢? 比較快 倒杯子 要倒平均 有嗎? 還是倒出來 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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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好 那我倒出來 可以比嗎? 倒進第二杯子裡 倒進什麼? 一樣的杯子裡 一樣的杯子裡 很好 好 好